游上往下俯瞰 整个基隆港都变成奶茶的颜色 澹美外围环流 加上东北季风联手 豪大雨狂轰基隆 直接将基隆港染色 附近居民说这种情况很罕见 今天我们来上班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海的颜色不一样 今天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 而且早上还没那么深 现在好像比早上还多一点 还记得基隆港原本的颜色吗 来 瞧瞧左边 是基隆港原本的海水颜色 有点蓝有点绿 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土黄 看得出来泥沙含量比往常高 让美丽的港湾景色瞬间变调 大雨冲刷泥土 连同水系的河道 冲到港内 所以才会变成个土黄色 你有两三天的沉淀还有潮汐 才会恢复原来的清澈情况 豪雨威力将山区冲刷下来的泥水 灌入海里 但幸好不会影响船只进出的状况 同一时间基隆暖暖也大雨大雨下不停 火车站铁道周边竟然形成一整排的迷你瀑布 积水之身已经化成泥黄色的小河流 就怕影响到途径的列车管理员得仔细许试 毕竟前几日大雨暖暖火车站 铁路淹水严重 还一度暂停行事 影响不少旅客的行程 让台铁绷紧神经 不敢大意 多次新闻旅国报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